数欲进而封不止,处于风口浪尖的贾买亮,再一次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当中,而他这一次的出现,与他前不久因李小璐PGOND的闹剧,而发文自责一样,揽下所有的问题,温暖人心。 在国内首当明星真人街头测试节目你好,陌生人最新一期中,贾买亮面对测试小姐姐难以倒车入库的困境时,十分潇洒地主动提出帮忙倒车,并且毫无明星架子地,客气回应着测试小姐姐,没关系,没关系。 作为老司机的贾买亮,车技自然是没话说,一番操作顺利将测试小姐姐的车倒入停车位,而更让人温暖的是,在面对测试小姐姐的连连道谢时,贾买亮竟然这样说没关系,是我的问题,而当他要回到自己坐驾时,甚至还不忘自责我应该直接开走就得了呗。 随后贾买亮乘上坐驾,在兰博基尼的轰鸣声中离去,无论何时何地,大事小事,贾买亮总是习惯性的,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烂,这样一个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大男孩儿,如此温暖待人也一定会被生活温柔以待党。 贾买亮在测试中的一言一行也是感动了网上绝大数网友,他们纷纷留言心疼,人帅又暖社会我亮哥,人好话不多, 无论生活给予了什么,贾买亮似乎都会坚强接下,并回报以温柔,在贾买亮的身上,我们或许可以看到,泰戈尔的那句诗世界已痛闻我,而我抱之以歌。